Hello大家好,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,我是外叔 今天蟑螂们又有新食物了,给蟑螂吃黄连 看蟑螂能不能接受这种超级超级苦的食物 在开始之前,我们先来个硬盒开箱 蟑螂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 蟑螂不会叫,也算是个哑巴吧 我先来尝尝黄连是什么味道 确实很苦,而且还有一股很浓的中药味 我是很难接受这种味道,不知道蟑螂能不能接受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吧 丸子搓好了,这小丸子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好像小蟑螂对粪球,哦不,对黄连丸子比较感兴趣 有几只开始去啃了,反而大蟑螂连碰都不去喷一下 明白了,这黄连丸子是生的 蟑螂喜欢吃熟食 正好办,马上开始烹饪 诶,经过高温加热 黄连丸子好像变颜色了 上面还有一点烧焦了 厨艺不惊啊 接下来把烧熟的丸子放进盒子里 加点水软化一下 诶,这次终于有大蟑螂上前试探了 是个好兆头 现在是白天 蟑螂不爱动 接下来我们放一个晚上 看第二天会有什么变化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 看 这个加热烧熟的黄连丸子已经被啃成这个样子了 未烧熟的丸子还是老样子 看来蟑螂确实喜欢吃熟食 而对于食物到底苦不苦不重要 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有苦这种味觉 下期蟑螂吃冰榔 敬请期待 请期待